位在复兴街55号就国防部后备指挥部军官宿舍 去年4月份产权移播给文化局之后 适者打造成为在地文化创意发展的重要基地 日前特别举办了复兴街55号公共艺术设置亮点计划 揭幕公共艺术作品石共生 期盼可以加深游客民众路过花莲街区留下深刻的文化特色记忆 花莲市复兴街55号过去成为国防部后备指挥部军官宿舍 自110年建物产权移播花莲宪府后 花莲宪文化局全面检视10206地震受损结构 在于整建修复后来打造为文创基地 日前举办复兴街55号花莲Gallery公共艺术设置亮点计划 并为公共艺术作品石公生揭幕 采用七星坛叠石概念卵石造型 更是全台首创多过3D列印 让有机材质雕塑与植物和老屋共生 融入在市井日常 这次来布展的这个过程 其实发现花莲真的跟我的共生的这个主题 非常的有连结 因为发现光是这条街上 有非常多青年的创业者在花莲这边 不管是在地人回来 或者是从外地来到我们花莲 就证明了花莲其实是一个能量很充沛 然后非常有包容 非常有大自然跟人文连结的一个场域 那这样的作品其实跟植物来结合 其实跟它的场地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包含这个房子它其实完全挡住了西塞的阳光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创作这件石工程 我们都不想要该怎么样去复结它 尤其是在外面那个人行道 我就踩上来就觉得好像如履佛冰的感觉 然后局长就说 现场没有人要我要我要 他就说我不要我就一直看着他 好那就给你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去构想 真的用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我们用0206的经费 然后这个最简单先去把它做一些修缮 然后也没有增加任何的东西 简化再简化 但是基础强度都有都有加固 我们从中广一直沿着十阶二下之后到将军府之后 在我们的中山桥 这个明年要开始要施工要重盖 中山桥再加基安基桥 然后所以在一个廊道再过来我们检察长宿舍 所以我有个愿望就是检察长宿舍后面那块地 我真的要跟那个根深宝库 学会要那块地 否则他们都没有用 他们已经要了四年了 大家用意气的力量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其实这一整块地 如果我们真的把它盖管起来 我相信会是一个整个花莲市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 也是一个绿地 另外花莲在地的西伯市集 也集结十二个县内外市集品牌 快闪进驻基地内置双十节 有别以往在户外的流动漂泊感 试着透过精选手作玄雾和侵蚀 在屋内带来另一种精致氛围 文化局表示 该处是文化局目前唯一在 花莲市中心的艺文空间 11月预计由花莲设计中心年度展接棒 明年起招诸委外经营 采办该街区成为艺文狼带 为花莲文化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记得蒋邦彦华联士报导